陆北区某派出所充当黑恶势力的保护伞 从2018年底鉴家暴仪器转移财产 我报警多次无人受理 把我和孩子强行带到派出所 把我手脚都靠在审讯上 把一周十个月的孩子强行带走 以送福利院来威胁我 让我写下他们已经提前准备好的保证书 我在毕不得已的情况下 拖鞋了一切 三年多 李健未看望过两个年幼的孩子 未知付过任何费用 多次理期安利不上 在2022年2月17号 他以这个名义来非法拘留我 今天没有给我任何手机 还没收了我个人财产手机 我父母多次寻要都不给 我在拘留所没有经受妥协 三天没有吃喝 没有征业 派出所 拘留所 我从当事人李健 把我送到唐山市第五医院 是我们当地的精神病医院 我在毕不得已的情况下 我求他们 我家还有两个年幼的孩子 不能帮我送去精神病医院 我又被毕不得已的情况下 拖鞋了一切 在4月28号 我在各部门求助火的情况下 我选择了求助社会 求助大家 因为三年多 我们实在没有任何生活来源 我们生活成了严重的问题 他们发誓行到大 他给了我不予立案告证书 三年多 公安不立案 法院不判决 就连路本军复连副主题 都是对方的代理律师 我们实在介绍我们 一样败尾声 但是在当地 我们俩那样败都不允许